临近年末啊 各地的演出市场呢又火爆了起来 德云社年底的压轴大戏上周末呢 也来到了上海逐渐成熟的郭公子啊 郭麒麟呢 如今呢也是自如的独当一面了 老爸郭德纲难道就不怕钱了 被拍在沙滩上吗 和老爸郭德纲一样 郭麒麟在双人巷上里也扮演着斗梗的角色 一上来 郭麒麟就在语言观上把搭档给烤倒了 祖宗 小郭显摆了两句洋文 老郭也在语言上做文章 余老师到处请客 跟谁吃饭都是拿出卡来 刷我的卡 我花钱呢 出去喝啥人也是 刷我的卡 到哪儿什么洗个澡 刷我的卡 刷呗 那段时间都以为他是个泰国人 这跟泰国人有什么关系 两码事 不过现在最与时俱进已经不是英文而是韩文 这一点上郭麒麟可是完胜他第一了 你说现在在你们家 什么样的事 一个你 一个杜敏俊 你媳妇选谁 他肯定杜敏俊 完了 为什么你地位比他低啊 因为你不会说韩文 不是我一个证钱上 杜敏俊挣钱也不给他啊 是 对不对 我就告诉你 会了韩文在家里 你连家务事都不用干了 那你赶紧教教我啊 特别简单 比如说啊 你跟你媳妇你们俩刚吃完饭 紧接着要刷碗了 你要不想去 你跟你媳妇说一套韩语 他就明白了 我怎么说 你怎么说 嗯 说完这他就刷碗了吗 你媳妇明白他就去了 他说的什么意思呢 你也是不明白 你告诉我 这就是 盆归你喜 碗归你喜 盆碗都归你喜 面前来说呢 盆归你喜 碗归你喜 盆碗都归你喜 Svita 一碗语言 郭氏夫子继续 双双拿钱穿上 受人一字变为诗 你对你老师就这态度 你跟我爸爸 你师父 郭德洋 你也太 郭德洋 像是不错 他得Tase你 我花钱了 别人不教我 你爸一根口六八 是这种 怎么说着说着 郭麒麟就把老爸 郭德纲给卖了呢 不过姜还是老的了 老郭轻而易举 就把有钱任性的帽子 扣在余千头上 中国信号界最有钱的人就是他 别提钱了 就是这么有钱 就是这么任性 怎么任性 当年余千老师养了一只很大的 那叫金毛啊 养一条狗 那个狗叫金毛 很大 正经美国血统的 咱们也想养宠物 买金毛买不起 那养什么 养中华田园犬 当然了 郭德纲最在行的就是先义后扬 听上去是要夸夸欲擒 但说着说着就变了味 那个狗跟咱的狗吃的东西都不一样 有区别吗 咱们这个吸汤乱饭 弄点什么玉米面 就好歹吃的 人家正经 打国外来的那个 一袋一袋的狗粮 进口的狗粮 余老师亲自品尝 我自己的吃 怕不对狗的品位 不对谁的口啊 这个好 这个再买点 吃完了 打一巴掌 给柯唐也是郭德纲的拿手绝活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你在我身边 这都是朋友 分文无有的时候 你在我身边 哥们就应该这 被排挤 被算计的时候 你在我身边 坚强的后盾 万事不顺的时候 你在我身边 支持你 就这么多年来 我特别想问你 是不是你方的我 我也是没赶好时候 怎么老有你 好的时候不在 没有你不好 虽然整场演出 大当家郭德纲 仍然得到了观众们 最热烈的反响 可是已经18岁的郭麒麟 经过几年的磨练 也越来越有老爸 郭德纲的本财 看来这后浪 想要把前浪 拍在沙滩上 也指日可待 这个说法 长江水后浪催前浪 前浪死的沙滩上 前浪一定要死的沙滩上 后浪不让前浪死的沙滩上 前浪说必须死的沙滩上 后浪说你不能死的沙滩上 沙滩说你们俩真浪 这废人了 太平了 行为在线上海报道